香蜜沉沉静如霜正在热播 天地与水神为润玉与锦蜜递下了一桩婚约 如今锦蜜与润玉都已长大成人 为报天界与花界永久的和平 天地下令润玉与锦蜜择日完婚 天界大喜润玉迎娶锦蜜 可当锦蜜和润玉成亲之后 锦蜜却拒绝和润玉同房 锦蜜强烈要求独自一人居住 对锦蜜有求必应的润玉 以为是锦蜜小孩子星星 尚未习惯婚后生活 温润如玉的润玉满足了锦蜜的要求 可当锦蜜与润玉成亲半年后 锦蜜仍旧拒绝与润玉同房 润玉表示有点接受不了了 原来锦蜜与润玉成亲之前早已心有所属 锦蜜与须凤两情相悦 可爱于天地和水神定下的婚约不可更改 锦蜜与润玉二人才不得不长相厮守 锦蜜与润玉成亲之时 锦蜜就以怀润玉的孩子 锦蜜因为害怕润玉知晓事情的真相 所有拒绝与润玉同房 直到事情真相的润玉勃然大怒 怒砸流离宫 润玉仰天大笑 原来你不是不习惯 而是和你成亲之人 并非你所爱之人 润玉后悔迎娶紧密了 若润玉早知道事情真相 定会将真相告知天地 断然不会做出横刀夺爱之事 只可惜如今再提这些为时晚矣 大错已经铸成